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爱家好一生民间故事篇 爱家好一生民间故事篇 是借由我们跟孩子 在讲一些历史故事 或民间故事的时候 借由今天专家分享的知识点 让你以后讲故事更有梗 更多发想出医学或心理的 一些尝试或知识咯 根据我们网友的投票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 是很特别哦 《试说新语》里面出来的 歌席绝交 歌席绝交 管宁跟华欣 原本是超级好朋友 但管宁渐渐发现 华欣很容易被荣华富贵所吸引 和他的价值观完全不一样 最后他用刀子 把两个人坐在一起的席子 切成了两半 显示两个人切八段了 这样的故事 专家们又会怎么解析呢 歌席绝交这个故事 能够发想出什么样专业的知识梗呢 今天我们三位专家 第一位是儿科医师 陈慕容医师 观众朋友大家好 第二位专家是心理师 陈品浩老师 是大家好 第三位是心理系的教授 蔡宇泽 蔡教授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四位 要各针对自己的专业 要帮这个歌席绝交的故事 讲出一些知识点 我们记得 我们讲的知识点 一定要是有科学根据 而且跟故事相关 而且可以跟家长分享 让他以后在带孩子的时候 也许可以自己有反省 或者是跟孩子 能够分享这些知识 新那个 是是是 好 记得我们游戏规则 就是我们现在网路上 有直播 直播的观众们 如果你们今天 对我们四位专家 所讲的哪一个知识内容 觉得超级棒 你就在我们画面的右上方 赶快帮我们点个赞 最后我们会统计一下票数 看看谁是今天 艾家好医生的民间故事王 谁先第一棒来讲呢 那就我先好 好的 陈老师 那我来讲讲好了 因为歌席绝交大家 大概已经知道了 他就是两个人在读书 结果外面有声音 结果有一个人就跑出去看 跑出去看之后 另外一个人觉得很生气 为什么你读书这么不专心 于是他就一画 就把它画开了 所以跑出去看这件事情 究竟就让我们想到一件事情 一个人 他究竟可不可以一心二用 这个好像是一个 所以华欣是不是被冤枉 他明明就是说 我边看热闹 我还是边看书 凭什么跟我歌席绝交 他是要去叫他们不要吵 其实也有可能 爸爸妈妈可能要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其实注意力这件事情 它是跟着大脑的成熟在发展的 也就是说年纪越小的时候 注意力 你要他专注做一件事情 其实没有那么容易 但是随着大脑的发展 越成熟的时候 年纪越大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他的注意力 基本上就越来越专注了 但是很多爸爸妈妈会说 好啊 好啊 这样我知道了 可是小朋友他跟我说 他在读书的时候 他想要一边听音乐 一边读书 这样比较专注 他才比较有办法 多专心读书 听起来就像是借口 究竟可不可以 这个是爸爸妈妈最好奇的地方 我们这边就要跟爸爸妈妈 分享一个研究 这个研究大概是在2018年 他是在英国那边有一个 叫卡蒂夫都会大学里面的 一个学者 叫做这个尼可博汉 他也在好奇说 很多人都说要这个边听音乐 才能边专心 他就干脆直接来做一个研究 来回答我们究竟可不可以 真的这样做 于是他就找了很多 这个大概年轻人 大概18到20 30岁之间 大概20 30个这样的一个 年轻人到成人的一些受试者来 然后呢 他们就分批去做了一些实验 这个实验是这样 他们其中有些人 他会去听他们这个喜欢的讨厌的 还有加上一组是不规律的 这个节奏的这个声音 一组是很规律的节奏的声音 一组是完全无声的状态 他们都要经过这些程序 当你在听着这些不同的 背景的声音的时候 我就同时让你去看一组 随机的数字 你要把它记下来 这样这个研究 我们就可以知道 究竟哪一种背景声音底下的效果 比较好了 对不对 结果这个研究做出来之后 我们发现 那些听背景完全静音的人 还有那一群听的背景是很节奏 这个节奏是非常规律 背景音乐的这些人 他们的学习效果 是明显的好过于那些他们听 他们自认为喜欢音乐声音的这些人 好过 对 是好 所以这言下之意是什么 爸爸妈妈是对的 意思就是说 如果下次你的孩子跟你说 爸爸 妈妈 爹地 妈咪 我要听音乐 我才有办法专注 这个时候 在你要说任何拒绝的话语之前 先跟他问一个问题 你说好 先不管你要听什么的 孩子 你听过尼克伯涵吗 他一定会说没有 这个时候你就慢慢的 再把你的这个故事说给他听 不过这边我想再带一点点小小的一些东西 就是很多家长尽管听到这边也知道说 那就不能听音乐了 但是我们也发现 其实如果你事前让孩子听他喜欢听的音乐 然后再转换到作业或者是学习的场域的时候 他的专注力也是会提高的 也就是说前面这个听音乐这件事情 本身已经帮他去过滤不必要的杂质跟环境 我其他的思绪了 然后他已经有一个专注的前置期的时候 你再让他开始学功课 那这个反而效果也会不错 所以如果孩子跟你说他边听音乐边做 你不如就直接跟他说 这样好了 我先让你听听 听个十分钟 五分钟 等你听完 再来好好专心的做 那这个对于孩子学习 在这个研究里面的确会有一些帮助 大得分 我觉得如果今天我是脸书的观众 我一定给你按个赞 叮咚叮咚 对 真的我觉得很棒 我觉得爸爸妈妈 尤其是面对青春期的孩子 你用个人的经验去要纠正他 或者是要指教他的行为 他根本不理你 你就跟他讲你可波汗 你可波汗 对 就一个人 太棒了 好 如果你喜欢这个陈老师 刚才讲的内容的话 请你一定要在我们画面的右上方 帮陈老师点个赞 好 我们年轻时代读书的时候 我们也曾经边听音乐边读书 但是我没有办法知道这件事情 是我自己的想法还是正确的 那刚好陈品浩老师 他提出的这个理论呢 刚好也告诉我说 原来我以前的想法错误了 但是陈品浩老师来讲 如果我事前听一些音乐 也可以让音乐停止之后继续读书 反而更有效率 我们来第二棒是谁 第二棒就换我了 其实这整个故事是要跟我们讲 就是类似近朱者赤 近末者黑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那大家可能想的比较单纯说 你跟成绩好的人在一起 你成绩可能会比较好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 你可能没有想过的 如果你住的附近 你跟肥胖的人在一起的话 那你也会变得比较肥胖 所以你是预告华欣本身比较胖 然后管您跟他绝交是因为席子不够做 终于找到机会 对 他站的位置太大了 对 赶快把他割席割开 对 这个很有趣 因为我们常常都会说 同侪的影响很大 但是虽然我们说很大 它到底有多大 他们这个研究 他们是在一个美国陆军 因为他们陆军军人 有的时候必须要到不同的地方 去驻扎 住在那边 然后他们收集了一些资料以后 上千个这样子的家庭 他们就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如果这个家庭 然后他们去住的那个地方 他这个社区肥胖的比例 比较高的话 那么他住进去以后 他们变肥胖的比例也会提高 不管是这个军人 还是他的小孩 他的小孩也会变胖 对 是饮食的关系吗 对 所以如果这个社区都比较肥胖 有可能是 他们卖 或是他们比较常吃的食物 可能都会比较偏向是 高油量食物 或是他们会吃的比较多 好 那这个研究 其实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跟割洗这件事情 有点关系 他们发现 如果他们住进这个社区 可是他们家 离这个社区 有一点点距离的话 就是可能是隔几个巷子 或隔一点距离 他们就不会有这个肥胖的影响 所以距离就隔开 真的是很重要的 所以禁朱扯赤 禁末折黑 不只是 学习或是什么 生活形态 对 运动 吃的食物 做习的规不规律 其实都有影响 对 都会有 禁朱扯赤 禁末折黑的科学根据 今天我们蔡教授 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启发 如果你觉得蔡教授讲的这一点 超级棒 赶快在我们画面的右上角 帮蔡教授点个赞 好不好 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都有聊到 虽然是禁朱者赤 禁末者黑 可是事实上我们也不要排斥 有那种不一样的朋友 不要想说你为了成绩好 你只能跟成绩好的同学在一起 因为事实上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情况 每一个人都会有不同的面 我们要去学习别人好的那一面 要去看到别人好的那一面 以及学习怎么跟别人相处 不要想说我只跟跟我一样的人在一起 因为这样子同温层的情况下 孩子反而不了解 真正社会的情况是什么样子 那我们就看第三棒了 慕容医师你先好了 我来讲好了 其实我们讲每个故事给孩子听 我们都会希望能够应用到生活当中 可以带给孩子一些什么样的启发 我通常遇到像这样子 什么割席断交的这种情形 我还是会跟我的孩子说 你是不是应该跟他好好的沟通 问清楚说我有什么地方 我可以好好改的 那这些地方好好的改正之后 再来讨论说 我是不是要跟你当朋友 如果我们可以继续当朋友 后面会变成什么样的情形呢 其实在外国的心理师 他曾经做过一个研究 他发现说 如果我跟你是朋友 我们以后脑袋中呈现的那个讯号活动 竟然也类似 他要怎么做研究呢 他抓了两百多个研究生 然后他在做研究以前 他先给了他一份研究的报表 他说你跟谁是朋友 你最喜欢跟谁一起吃饭 如果有机会的话 你会喜欢跟谁一起做功课 什么的 好 完整写完这些题目的 有四十几个人 我们就拿这个影片 放映给这四十几个人看 然后除此之外 我们还去研究他脑袋里面的一些 这个脑部的活动 他们发现说 这个人的脑部活动 跟这个人的脑部活动 看起来很像 结果再去他之前的比对 写出来的那些 这个我的朋友的这样图 发现说 好像他们也真的是朋友 然后脑部活动不大一样 差距很多的 他们好像没有什么交集 所以甚至于说 我好朋友跟普通朋友 跟点头之交 跟完全不认识 那个脑部活动相同程度 是真的是不一样的 所以如果我今天看到你 冲出去外面看 你不专心 我没有把席割开 还是继续交往 继续当朋友的时候 他们脑部的活动 会慢慢趋于类似 其实历史故事 后来也讲到 管宁 他后来说是 东汉第一的影视 影视 都不管人家 人家发生什么事 我也不管 我高风亮节 我独善其身 我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好了 所以其实是个边缘人 对 没什么朋友 看到这个朋友不好 他就教训他 看到这个朋友不好 他就说 我不要当你是朋友了 他唯一的好朋友 是卖草叙的 又常是搞新的 常常有生意 所以管宁是东汉第一影视 华欣呢 华欣在当时是东汉第一谋士 他或许比较活药 人家说你好像比较不专心 可是他可能能言善道 可能能够做出很多事情 然后可以给人家一点意见跟看法 可能也可以跟很多人当好朋友 所以我反而会跟我的孩子说 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说 每个人有不同的个性 只要你摆在正确的位置 你都可以做到一个 很好的事业出来 对 我刚刚一开始听慕容医师 要讲大脑活动跟交朋友 我本来想的是相反 我本来想说 以后交友软体 可以就是在大脑 測一下 对 比如说今天你们都来 加入我这个交友软体 对不对 然后我们就给你一个帽子 你就戴上 然后你就看一个影片 然后看完之后 就记录你的大脑的活动 我就在电脑上跟你match 就是在那个 相隔几百公里以外 有一个人看了影片跟你很像 你要不要交个朋友 这样子 我本来是想这个direction 结果他发现说是相反的 先交朋友 先交交看 交了以后 你大脑就会慢慢就会一样 跟夫妻一样 然后在自己生活久了以后 很多喜欢的东西又变类似 我觉得这个比较正向 不过我觉得黄医师讲的也有道理 就是说 我们的脑部活动到底是怎么来的 或许是兴趣 或许是嗜好 个性 如果我兴趣一样 嗜好一样 个性一样 我们是不是脑部活动就类似了 所以您刚刚说用这个APP 然后APP说 我的脑部活动跟你脑部一样 说不定就是我的兴趣 嗜好 个性 跟你类似 那我们可能可以当个朋友 而且那个比较真实 因为现在交友软体都自己填的嘛 你现在什么 读书 看电影 搞不好根本不是 每天就是宅男 每天是打电动而已 但是他就是写得好像一副文竞 你那个脑波根本 对不对 骗不了人 对不对 现在连照片都不一样 都可以 你就直接测脑波吧 对 脑波交友 脑波我们可以比较了解对方 真的的想法 我觉得不错 所以如果你觉得对于交朋友 原来可以靠脑波了解 而且甚至可以借由彼此之间相处 渐渐又变成很类似 可以成为朋友的这样的一个大脑的活动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知识点 赶快在画面的右上方帮慕容医师点个赞 就是在六岁之前 其实你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所以你如果问幼稚园的小朋友说 各位小朋友你们班谁跑最快的 每个都我 我都不会讲别人 在六岁之后 他会开始进入到第二个阶段 叫做彼此利用期 所以小孩子在小学就开始会说 谁是我的好朋友了 所以在更长大以后 更成熟以后 你不只是臭味相投的人 你可以成为朋友 甚至连跟你意见完全不同的 你也可以跟他成为朋友 好 今天我称为第四棒 我觉得今天我大概胜算不高了 因为前面几个 压轴 我压轴是不是 我今天讲的比较特别 假设我今天在跟孩子讲 这个歌席绝交的这个故事之后 那我一定会问他说 那你觉得如果今天他们不绝交 那管您最后会变坏 假设华欣是坏人 假设老公 刚刚讲他是不是坏人 假设他今天真的是一个坏人 坏孩子 那你跟他在一起之后 一定就会变坏吗 那这个问题 为什么会在我大脑里面 想要去研究 是因为我们常常看到 社会版新闻 某个人可能犯了罪 然后就被抓 然后回去问他爸妈 他是一个好孩子 交了后来朋友 所以如果说今天 所有的错都可以 怪在朋友身上 那我们真的觉得说 这个歌席这个动作 也许是很正确的 但是千万不要这样想 今天我要跟大家讲一个 西班牙的研究 西班牙的奥维耶多大学 他在2016的一个研究 他找了一群 12到18岁的青少年 一共将近2000名青少年 重点是这2000名青少年 都有反社会的行为 就是去警察去捞 他们可能有一些 攻击的行为 好 那他们就去回过头来 去看看 这些孩子的家庭教育 有没有什么特殊之处 其实你可以想想看 身为父母常常用 这六个手段 来跟你孩子沟通 或者是交涉 第一个手段叫做 情感交流 就是当你今天 要跟孩子沟通一件事情 你尽量是动之以情 第二个手段 叫做自主权的释放 就当你希望一个孩子 能够成为一个 良好个体的时候 你藉由说 那我以后让你负责这件事 那我们有这种 自主权释放的方式 让你的孩子能够 渐渐在你的教养下成长 这第二个手段 第三个手段 是大家常用的 行为的赏罚 做对的事情就给你奖励 做错事就惩罚 这很常用 第四个手段 叫情绪的操弄 这跟第一种沟通是不一样 情绪操弄有一点点就是 这个情绪勒索 你这样子很不孝 你这样子丢我们家族的脸 你这样子会让我们很难堪 我会想自杀 我很想死 我爸爸已经生病那么重 你还这样伤害我 情绪操弄 这第四招 其实我们也偶尔会用 第五招叫做自我剖析 就是孩子 我可以理解你了 我跟你分享一下 我个人的经验 我以前也是怎样 这是第五招 第六招是幽默感 借由讲笑话 或讲一些好笑的事情 然后在中间包装一些大道理 六个 大家复习一下 情绪的良好沟通 自主权的释放 行为赏罚 情绪操弄 还有剖析自己的过去 还有幽默感 那他发现 这些两千个 这个有反社会人格的孩子 里面当中 这六种教养手段 唯一的indicator 就是risk factor 危险因子 就是他的父母从小 用情绪操弄的方式来教养 剩下五种 统计上没有办法显出一眼 只有情绪操弄 我看了 我觉得这个研究超棒的 因为爸爸妈妈 其实每个家庭都说 每个人个性不同 你说这六种 当然大家轮流应用 可是没有想到 原来你最糟糕的 就是用情绪勒索 让你孩子就范 因为这些孩子到最后 他只要看到你就会产生 不信任感跟敌意 他就什么事情 就不想再告诉你了 因为我只要跟你讲 你就立刻就说 你这样妈妈会很伤心 妈妈的病又变严重了 你看我都要吃药了 然后不笑 或者是这种 说你这样丢家族的脸 那就算了 我以后跟你 在你面前 我就是你说的乖小孩 好吧 我就让你看起来 我很孝顺 每天回家都会跟你打招呼 虚昂问暖 但我在外面做的事情 我一点都不让你知道 直到有一天被警察抓了 然后你就很戳饿 我的孩子在家很乖 为什么 因为你从小用情绪操弄的方式 你的孩子决定跟你情绪 割洗绝交 割洗 情绪跟你切开了 以后就是我在你面前没有情绪 我做我的事情 所以这个研究让我非常非常的扎心 所以也是 以后如果再有碰到这些 有些社会事件或什么 你要想想 我不要我的孩子将来发生事情的时候 我要说是他交了坏朋友 我要先反省自己 我有没有用情绪勒索的方式 来管教我的孩子 这是我对割洗绝交的一些 比较延伸的思考的发想 如果你喜欢我今天讲这个故事 这个研究的话 你可以在画面的右上方帮我点个赞 我们现在四位专家都讲完了 我们要来统计一下票数 谁是今天我们的割洗绝交的 爱家好医生的民间故事王呢 我很喜欢黄医师的那个 关于西班牙的那个研究 反社会人格 然后跟家庭教养的那种 不同的风格的关联性 不要用情绪勒索的方式 对待孩子 研究告诉我们这样长期下来 他的确是会有一些 发展上的一些问题跟影响 我觉得应该是陈慕容医师 我觉得他讲的那个研究 还蛮有趣的 原来我们就是跟这个人合不合 跟这个人有没有办法成为好朋友 跟这个人的交情程度 居然可以用那种脑坡 测一测就会发现 而且没有办法让你说话 这一集我准备也很丰富 也很充分 我还是希望我能够得冠军 当然就是我本人啦 因为我觉得歌曲绝交这件事情 我最想要查证的内容 就是到底交坏朋友 会不会造成未来的行为偏差 好的 今天这一集歌曲绝交的民间故事网 我们票数统计已经出来了 那今天的得主呢就是 黄冲宁医师 真的不好意思 压走 赌场优势啦 我其实今天真的很想要给陈老师 我觉得他的那个研究 一心二用真的是很实用 以后我面对孩子 长大以后他如果要边听 因为我孩子现在已经开始了 他有时候会戴个耳机 说他要听音乐做功课 可以 你听过尼可波汗 对 你听过尼可波汗吗 好了 今天我们这个 也希望以后大家能够多多参与 我们的线上投票 因为我们只要你有选 今天有投票的这些观众 都有机会得到 我们这一集节目的精美的礼物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参与 那我们今天 爱家好一生的民间故事 就到这边 下次再见咯 拜拜 我最喜欢一心二用 因为我从以前也很好奇这个话题 到底听音乐能不能让你更专心 因为我自己个人经验是不行 我听音乐没办法读书 但也有看到报章杂志 有那个听摇滚乐 考上这个哈佛还是什么的 但是显然今天 陈老师跟我们的研究 显示并不是这样